好 要问问大家一道基本的常识题 以下哪个国家最靠近我国马来西亚 选项有A 印尼 哪一个更靠近哦 A 印尼 B 越南 C 菲律宾 D 中国 好 稍微想一下 我想必绝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会说 左看右看应该是印尼吧 那首先我们剔除法的话 中国肯定就不是了 因为首先中国已经不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 肯定就不是距离我们最靠近的嘛 对不对 不过有时候在国际关系上呢 会出现一些普通老百姓意料之外的角度 那个答案呢 可能会令普通老百姓的三观被颠覆 那根据中国最新绘制的地图显示呢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四个选项当中 最靠近马来西亚的那个国家 如果按这个地图来看的话 答案应该是D 中国才对 那这时候马来西亚人可能会有人举手发问了 既然中国不在东南亚范围 怎么可能他们还会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靠近我们呢 证义点就在海域的部分 根据中国当局最新发布的2023标准地图 东南亚各国中间的那片南中国海 大部分依然是被划入中国的领海范围 这么一看 中国就在沙拉越的旁边了 没错 没听错 中国的国界就在沙拉越 东马沙拉越的旁边 在这幅地图上呢 我们目测的话了 从沙拉越 明都鲁坐船出发 大概很快就能进入中国的国界 说不定还快过你去印尼 你没听错 如果从这幅地图来看 你去中国的那个速度可能还快过你去印尼 那虽然这个中国不属于东南亚国家的范围 但是从这张地图上看呢 它就真的是比印尼 越南 菲律宾 更靠近马来西亚 8月29号是中国的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及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今天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 配合这次的宣传活动呢 中国自然资源部就发布了2023年版本的标准地图 中国当局表示地图是表达国家版图最常用 最主要的形式 而国家版图是指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疆域 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征 而规范使用地图嘛 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那针对这一点呢 新海峡时报啊 是访问了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法学教授 兼国际法专家古举伦 古教授就说呢 从最新中国发布的这个地图来看呢 中国是认为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 也是拥有主权的 而且目前看来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打算做任何让步的 古教授就估计呢 中国海警会继续在九段线的范围执法巡航 包括了大马越南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也不例外 而东南亚各国他认为必须要做好长期短期的斗争准备 而马来西亚的公益大学地缘战略专家阿兹米哈山则认为 中国所规划的这条线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坐标 这条线不仅跟我国重叠 而且还跟越南和菲律宾重叠 在这项争议上 我国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中国没有 无论如何 他说这地图呢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为中国很早以前就发布了类似地图 这些区域是根据中国当年划分九段线所延续下来的 只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 中方声称大马的专属经济区也是属于他们的 接着呢 我们要看马来西亚官方的回应了 大马外交部是发了声明 声明呢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中国将沙巴和沙拉越的水域纳入中国范围内 马来西亚政府绝不承认 中国当局画的地图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马来西亚政府呢 对南中国海课题及水域边界课题 向来 向来呢 是坚持一贯的主张 马来西亚反对任何国家对我国海域主权的声索 同时 马来西亚政府认为 南中国海这个课题啊 是一项复杂而敏感的课题 需要大家以和平的理智的手法来处理 包括必须根据这个国际法条文来展开对话和谈判 而中国的自然资源部2023年新版地图 除了把南中国海的岛屿和几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纳入中国国界之外呢 印度和中国边界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赛清地区呢 也被纳进去了 对此呢 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做出强烈谴责 他说把别人的领土纳入自己的地图是中国的成年旧席 但这种做法不会改变现实啊 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刚刚傍晚呢 也发了声明 就是说印度呢 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提出强烈的抗议 他说中国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只会让边界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而根据报道呢 中国官方自2017年开始就为阿鲁纳查省境内许多地区重新命名 而且重新命名了三次 而印度外交部呢 则坚持他们的立场 就是说不管中国方面怎么来创造新的地名 都不会改变阿鲁纳查省完整而且不可分割的事实